老婆不知道今天要聊什么呀 不是一个秘密 就是想让她自然反应 每一次都是这样 上一次弄厕所 给我恶心半天 我现在要跟我讲什么呢 最近我在抖音发了一个短视频 就是一个说事的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是关于安全座椅 做不做 在中国很多人有安全座椅 但是不用 然后那个视频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安全座椅 但是中间我也穿插了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交通方面也便宜 就是相对来说跟美国比较的话 忘说了我补一下 看一下这个截图 也是在这个视频下面打的是有一个粉丝 放完价回额德纲州 是我家那边 然后红机场打车到首都 那就是一个多小时花了200到1400块钱 你说贵不贵 太贵了 在美国打车真的超级贵啊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短视频吧 然后再说好吗 这男人啊 就得听老婆的 当初和老婆为了买不买车 从婚前正乱到婚后 在俺老家没车 就等于没停 公教少得可怜 打车贵的都想苦 没车你就别想回家了 但这边呢 就不一样了 交通太方便了 公教地铁 四通八达的 打车也很便宜啊 什么男爵的不便宜吗 干那边比的话 哇天哪 变那边健全了 为什么要在这边买车 车贵 养车更贵啊 有钱瘦的呀 而且听别的老外属 驾照考试太难了 从头发一把一把的丢 看看 我本来就这样啊 真考了不对特顶吗 但是难看看 车买了 老婆说了老鼻 买车的理由 说服我的只有一条 打车报还要你放心啊 老婆爹 要知道在国外 孩子不做安全座椅是违法的 所以为了儿子的安全座椅 车买了 我的二手萧凯依 儿子从出生就一直做安全座椅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男家也用安全座椅吗 我不是问有没有 我是问用不用 结果呢 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 发现了 有一个人打到 我看一下 给你们念一下 我看了那个留言 太敏感了现在 我的天哪 说 我有点腐拉肤的感觉 不要啊铁蛋 我那么喜欢你啊 你去 但是其实它是可能本身是你的粉丝挺喜欢你的 但是被某些人搅和的 现在我们就比较敏感 但是我觉得过分的敏感 太敏感了 我的天 就是你看这视频有那种感觉吗 就是只不过是我是自拍 我知道 但是我不是在那儿就是填着中国的 咱们中国这些好 咱们中国这些安全 中国的白casters都好喝 就是你知道现在某些人导致的 只要是一个外国人说中国好 就是不是说那种乱夸 就说中国好 就不行了 你就是拍马屁 但是真的是交通太方便了呀 每一次我们回美国的时候 我在那边没有驾照嘛 我不能开车 我就感觉我就废了 我老公要是不在家我就废了 咱拿拿的也去不了 简直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你就没有腿 你要是在美国没车的话 你就没有腿 对 而且是挺贵的 我也是挺敏感的 一有人说我像弗拉夫 或者是巴哥的 可生气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在B站 弗拉夫巴哥就一下就被黑了 其实我已经就很早很早 在里面发现之前 太明显了 你们看不出来吗 我觉得一般人是能看得出来 弗拉夫和巴哥是干什么的 就是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就是故意舔嘛 就是为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的视频 一开始啊 是说好 但是没那么夸张 就是当留言特别好的时候 他们就越来越过了 现在就是有点迷失了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说实话 就我个人的观点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中国人 或者是网络上 就是喜欢人说中国好 就是喜欢这种风格 就是你去快手 你看弗拉夫下面 巴哥下面 有的是粉丝 粉丝特别特别多 好像是一千多万粉丝 那现在是这样的 说不好啊 别呆了滚吧 说好啊 太马屁 骗我们钱 财富密码 好难啊 我太难了 真的 巴哥和弗拉夫 给我们正常的老外带 带来了不少麻烦 我这边有很多外国朋友 包括网红 像那个夏宝宝 或者是青岛小菠萝 Tony我们也聊过这事 影响挺大 影响特别大 我们就是说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 要是说中国好的话 也不能太夸张 私下生活当中 就是有的时候 我老公会说 太好太方便 太好吃了 就私下跟我说 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说前两天 那你录个视频呗 你敢录啊 不得叫人喷的 就是说我真的是觉得好 但我不敢录视频 对了 前两天 我们在大连附近的一个 去按摩 带着爸爸妈妈 还要去泡温泉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们是在外面溜着溜着 然后我跟演艺署了 我说 哎 快了 现在我不在酒店了 就是没回去 现在这个空睡得太快了 太方便了 还能正常生活什么什么的 就大概是三四周之前吧 当时他就说 哎 快留个视频 我要发到网上了 要被被喷了 哈哈哈 私下感受 就是好奇怪啊 你说不好的时候 说也是 说私下说 你录视频就喷 你说好的时候 也得偷偷说 啊好奇怪 就是很尴尬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跟你们沟通一下 就是千万不要把我们所有的老外跟他们俩比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美国人跟那个谁比较一下 两个人或者是一个人真的是不能代表我们所有人 就一般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老外也是 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时代 有很多老外来到中国是真的在本国可能是生活的不好 或者是反正各种问题 我们也是就是我还有我周围的这些老外朋友就觉得在中国其实交代我朋友比较难 因为有很多奇葩就是来到中国 我不是奇葩 我是正常 哈哈哈 有的时候也挺奇葩的 也挺凡人的 我就是 哎哎哎哎哎发表 一定要注意的 叫朋友是 有好有坏之 而且我们都是 都是小市民 哈哈哈 对吧 我们就代表自己的家庭 代表自己 别说大了 反正是 哈哈哈 我觉得我一般的粉丝都是喜欢 就是我们是比较实在比较真实这样的 接地切 接地切 卡牢牢的 哈哈哈 你说的比我 哈哈哈 过了 开恨 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 现在我被采访了 就是说做网红怎么怎么 就是给你带来了什么收获 我说其实大家看我们开心 大家看的快乐 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成就感 成就感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进步 有growth I love it so 非常感谢你们 我觉得这个应该开 我就想夸你两句 是吗 能夸吗 你先说吧 你说 哈哈哈 我真的我觉得我老公是一个 特别积极向上乐观的人 我这个人有时候激怠 脾气不是很好 有时候 但是他会给我往好的方向去引导 每一次出去就是说 不管是身边的人 他就是喜欢让人高兴 就你看有时候我们拍段子 他就是夸张啊怎么样 但是他生活当中就是喜欢让大家 开心那样 就是这么个人 虽然有时候惹我生气 你看多数还是高兴的时候多一点 哈哈哈 thank you baby for saying that I appreciate that 其实我也想透露一下 就是我们这几天也是在准备拍一个 复夸 我不想夸 因为之前我们拍了三期 吐槽 这种视频 就是三期啊 我们应该处理一个会 拍吐槽视频的时候 你天天啥事也不干 满脑子想 很有什么毛病 有很多人留言啊 说这别拍了 再拍你俩要离婚了 哈哈哈 真的有影响 你会天天想他有什么毛病 就这样 是吗 我没有 得了吧 前两天我在家洗脚 因为我洗脚的时候 有个特殊癖好 我老公就会拿着电话 冲进来来偷拍我 我拍了 是不是 对我们还有一期 那个吐槽 就是天天在家抓小辫子那种感觉 不好不好 我都不拍了 一定要拍 我现在整个上厕所洗脚 我都在锁农 anyway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你们看我们这些视频 有收获 要么是看得开心 要么是了解一些文化差异啊 或者是眼残 反正就是有胃口了 要不然是看我们俩撒火梁 嗯 哈哈 我烦了 好 谢谢你们再次见 我们再次见 拜托 其实不想走 其实不想走 留下爱情 每个春夏全无动